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塔裡的夫妻 我記得以前有個塔裡的女人 對不對 那想問一下 很多時候這個塔其實是沒有關門的 為什麼人不走出來 其實那個好像雷鋒塔一樣 其實它有一個政府把它鎮住 這塔是有門的 為什麼走出來 怎麼踏出去 我自己都在想說 好 如果有一天 我離開了媒體的工作 我會變成什麼樣子的人 其實王雪峰的樣子 我就反而能夠理解 等一下 那你叫王作良出來做名嘴 他有很多通告可以上 也許他也願意 不要被你講中了 說不定接下來 真的會變成這麼發展 等一下 你要了解 等等 你們現在是把名嘴 都當成什麼工作 對嘛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子 好像名嘴是 什麼訓練 什麼時事 什麼都不用了解 剛剛立鴻講到 就是他之前在 講如何在塔裡面過日子 在學藝時代 這也需要專業 王作良跟王雪峰的EQ都非常好 我們要知道那是順境EQ 那個不叫EQ 你EQ真的在逆境裡面才看得出來 那你想過你如果不做名嘴 我也在想說 我會不會變成封閉自己在家裡 塔裡的男人 會 我會 你會叫你老婆散步 沒有 我說起來 因為我太太 他老婆有很多事不太配合 我太太她自己會去安排自己的事情 有時候她忙的時候 我在家裡你知道 我不會吃飯的 蛤 你不會吃飯 你不會去外面吃 不會去 我就是不想出去 你知道我自己一個人在家裡 我就是不想出去 那餓了怎麼辦 餓了怎麼辦就不吃 我感覺不會吃 然後電視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 上網上上覺得無聊 我也不出門 我就把自己關在家裡 我跟他說 雪峰是不是長期因為政治 你知道政治監處太多人 等到老婆回來才吃飯 我等到女兒 就家裡有人的時候你才吃 是 我會變成這樣子 那你也不出門 我不出門 其實我們 這應該也是生病了吧 我不要怎麼說 因為我跟接觸人 他試著在揣摩 坐牢跟雪峰所經歷的 因為他曾經在台前 這麼這麼的風光 然後退下來之後的那個退縮 沒有 因為你看 我們上台演講 有時候台下幾千人 你聽你講 好不好對不對 那種感覺很爽 對 但是你接觸人多之後 你會發現 其實在某種程度上 我們看到人會害怕 其實我現在不太 平常我一個人 我不太願意出門走太遠 你看 我就覺得 哎呦 我自己一個人在家裡 逆弘 你憂鬱症了 那不是 不會啦 年輕關係出零了 對 我又變得比較早 不想親近人了 我自己就覺得說 我不太想親近人了 我就沒事 我自己在家裡 然後我就上上網 看看新聞 然後就找找資料 甚至連飯都不用吃 那我在想說雪峰是不是也 也是慢慢走路 就是說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是不是也是久而久之 就根本就不想出去了 那作良也一樣嘛 他們這些年來 其實你說王作良 有沒有想在外頭接觸 有耶 其實作良會常常打電話給朋友 他常常打電話給朋友 那也會問好啊 但是這些年來 他們一直都沒有 找到自己想走的路 可是很多人也幫他找工作 像之前不是說他們家石荒嗎 幾個月前 然後有人幫他介紹工作 然後一個月前有五六萬 後來看也不去啊 你真的跟人的這種接觸 斷絕了兩三年 甚至三五年之後 你要重新跟人去接觸 像我 你現在叫我去坐在辦公室裡頭 一天坐八個小時 會坐下去耶 我一個小時坐了 然後我就開始一定得出去 走走或者是離開人群 那如果前面放一個攝影機呢 OK 他就可以講很久 他跟你一直撞起來 你撞起來 他就在辦公室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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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沒話後 他說來現在開公室 什麼職業病啊 民間的職業病 對啊 公室沒一個月後 說來沒有證明告 你沒有證明告 好 這樣 所以我認為說 雪峰選擇 那個所謂下架王作良好了 其實他當時就想離開政治 我覺得他當時就不想再 再接觸人群 不想再做人的事情 我覺得立宏你講得很好 為什麼講得很好 因為我覺得說 像那個王作良 我跟他介紹的頭 他去做四個月 一個六萬塊 其實六萬塊的工作 算很好的工作 為什麼 因為他也很久沒有重返職場 這樣 可是他做了四個月後 他就離職了 你看他有多久沒有做工作了 王雪峰也一樣 我覺得那個沒有做工作 是一件很 人的人一直封鎖在家裡面 那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很危險的事情就是說 你跟社會中間都沒有介面 譬如說我們今天的 介面 對 介面 我們的介面是什麼 我們的介面是 比方說我們今天要主持這個節目 我們要事先先開會 跟誰開會 跟我們的同事開會 那是個介面 可是你要開會之前 你要不自己先看報紙 要 也就是說你跟社會的時事 跟社會的脈動是掛在一起的 OK 那出來我們就有議題可以討論 除了討論這個之外 正式之外 也會不會討論一些人的時事 會啊 那就是一種生活的宣洩也好 一種快樂也好 分享互動 對 不過我覺得這個其實要更個性 然後到了主持的時候 又有巡會 又有立宏 又有什麼 然後要上節目之前又有化妝師 然後每個人在那邊哈拉 一天至少接出一兩百個人以上 其實那就是生活 那時間很好過 因為你在不知不覺間 其實怎麼幾點了 一下子就過去了 可是你在家裡面不一樣 兩個老的 而且越縮越嚇越嚇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搞政治的人 我以前接觸過一個 從學運開始就一直搞政治 後來一輩子在競選 那有一天跟我講 人家說 那不然你騎自動車來 他說我不會騎自動車 我們搶一個 他說 後來他自己很害怕 他說他從學生時代搞學運 他是讀政治系的搞學運 他說出來做事也一直搞政治 他說其實他變成生活上的無能 自己講說 只管政治什麼都無能 你所有的自身的功能他都不會 他說只是演講 選機 怎麼樣造勢 對 因為騎車也不行 塞車也不行 什麼修理員都不行 他說他們家 他太太已經長期 還有兒子已經長期習慣說 他都不在家了 所以他什麼事都不會做 只造勢 開會 然後什麼要衝撞 要幹什麼這些東西而已 結果當這些都沒有的時候 你知道怎麼做 一種無能 所以搞政治人其實很無能 而且會開始做後地 你一旦落選 一旦不在這政治光環裡面 你整個人都很忘記 那個 以前的雪峰 你講的 白雪公主是這個樣子 是這樣 對不對 你看以前多麼的 異氣風發或多麼的漂亮 那麼的亮眼 亮眼 對 現在變成這樣 婚姻七八年 是不是也包括盤禪用盡了 也有這樣的一個關係 限時的壓力 限時的壓力 所以家暴開始了 之前前幾年 你們兩個都閉鎖起來 但OK 我有錢嘛 我們就過一個 兩小無猜的日子 也許都可以 但是你到盤禪用盡以後 你開始被生活壓迫以後 開始就有暴力出現 就有說你家裡有寫一句話 他說當時人家就問他說 你對生活 他說他覺得錢夠用就好 對 他以前的想法就是這樣 3000萬真的夠用 幾年內就光了有點奇怪 3000萬幾年內就好 當時他有3000萬 沒這麼多 因為最後一次的財產申報 他還在政治人物的時候 他最後一次財產申報 我有看800萬現金 有房子 有車子 那也許房子的價值我們不知道 但是是有房地產 也有不動產 然後有動產 不動產 都有800萬的現金 我那時候都說 天啊 我跟我老婆講說 你看 雪峰都有800多萬現金 我們連100萬都不到 有些同學 你看他那時候已經有800萬現金 對我們 跟我們來講 他相對起來是好過 而且房子也沒有房貸 我們那個時候還得 雪峰有沒有誠實申報 我不知道 但多數的人是沒有誠實申報 都隱瞞申報 是啊 但是那時候他 我印象很深刻 就八百萬 你要這樣想 是啊 是啊 所以我認為說他那個時候 其實是有 是還有錢的 是有錢 確實我認為是到後來 不是 我現在是要說 沒有錢才會怎樣 現在沒有錢嘛 你看 對 我要說的是說 錢夠用就好 這雖然是一種很淡薄的心態 很好 可是有時候 在現實的生活上未必好 未必好 時間點不對 就是說生命的階段 就是說如果他是中壯年 你說五十歲 六十歲 可能不是這個時間 OK吧 太老了 可是比較老的時候 我們錢夠營就好 中壯年應該有更多的 有什麼的時候 他這個年紀應該要更多的 他要更多創造 而且他要知道 他這個錢 我覺得應該有一些 非日常生活Routine裡面的開銷 要他拿出去的 所以就沒有了 按照他原來的預算 其實可以比較長的那個年紀 你錢夠用就好 這個意思就是說 OK 我淡薄名利 比方說我一個月只要用五萬 用五萬 用五萬 好 這樣子 可是你用五萬 用五萬 你得去有賺 有賺回來 沒錯 沒錯 你不是說我坐吃山空 坐吃山空 那個心情是很慌的 而且你所謂的利息 現在利息那麼低 然後你本金一直死掉之後 利息更少 當他們很久 沒回到職場 要回去已經沒有辦法使用 很難 第一個他們一直搞全運這麼多 除了政治之外 他其實還有什麼技能很難講 對不對 沒有啦 我也去說我 有一天我離開媒體 我能幹什麼 連我太太都在講說 立宏你不是能當牛郎嗎 牛郎 對啦 因為機器很久不使用 也許還是新的 你現在在說什麼 讓我先休息一下 還有有說一個G 然後別人喜歡 開了 開了 開了